各位觀眾,歡迎收看最新一集的《股壇思見》 我身邊有詩生和私基金會基金經理李浩德 上集兩位曾經說過 有機會中國會降傳款準備金 節目播出後,當晚真的降了 亦有些人擔心 會否因為內地經濟有回落,令政府要出手 是要幫助經濟 內地有多少數據公佈? 你認為,這情況是否出現放榮現象? 上集我們提及過,應該會降準 在禮拜三,正式實施了 降準的幅度是0.5% 流動性推算有約1萬億人民幣 大家會擔心,在這段時間 究竟這個降準是為了預防經濟下滑 或是面對未來一些外部的衝擊 我們上次提及過 剛好這星期,都見到一些經濟數據 包括上半年,第二季的GDP 其實與市場估計都差不多 即7.5% 大家特別留意,一些具體數字 例如按月的數字 會否出現跌速 因為去年疫情比較重災 第一季,必然增長反彈高 大家很關心,第二季的數字 以及能否持續到下半年 如果看回一些數字,包括內地消費 一些固定投資 其實在6月份,暫時還比增長 即6月及5月,有些比較細緻的數字 未算出現大幅的偏差 都是還比仍然增長 即6月對比5月 所以,直到這一刻 從這些數字看 暫時,經濟復甦的勢頭應該還在 當然,股票市場通常向前看 大家再看一看,第三、第四季 國內的情況會如何發展 我自己覺得 中國在貨幣政策上 採取後發制人的態度 疫情開始時,中國覺得自己 基本上控制到局面 他不想這麼快出招字 所以,一直引起 亦顯示 QE不是唯一可行的路 美國要QE,我不用QE 顯示自己的經濟 政府不需要太多干預 都可以維持 前段時間,有些市場說法 美國今年的GDP增長,可能高於中國 你有沒有聽過這個說法 會否因為這件事 即是牙膠戰 數字比美國還低 我其實有籌碼在手 我還未推出 所以,現在臨尾可能調整一下 令到GDP增長,可能更加低 可能有人問,會否這樣 但有時,中國人要面子 但整體來說,是想 下半年 經濟勢頭,可以在降準的情況下 會比較好看 先生,就著你的觀察 本身的生意在內地 你有沒有一些數字 或是你的感覺 內地的經濟,可能有少少回落 我們如果做房地產 其實這段時間,是政府打擊的主要對象 即是你借錢,又借不到 發展商借不到,買家借不到 如果你是被發現,不是買來住 買來想賺錢,都受到打擊 有些公司,以前是香港的炒樓公司 或者是炒家的組合 一起去發展商賣樓 拿一批回來,再轉讓出去 我們因為做中介,他們賣了樓盤 叫我賣出去 我沒有理由不做 這是我的工作 但現在,會否罰賣我們 政府開始為我們取消資料 哪些人專門做這類型的業務 即是屬於打擊對象 我們的行業,其實在6月、7月 都比較難過 交投量萎縮 發展商開盤 開甚麼價錢都要同意 價錢更低 我相信發展商的處境是危險的 但這是政府出手 政府對經濟環境 可控的情況下 才對房地產施壓 如果覺得有危險的經濟 可能處於風險比較大的環境 他們都會穩住房地產 所以我認為情況不太差 是政策下受壓抑 我看不到其他行業影響太大 在香港,我出席了一個CEO聚會 我發現,很多公司上半年 都是利潤超乎原有的預期 實際上,中國產品出口 最近推出了進出口數字 增長仍然很驚人 是20-30%的增長 這與我之前的估計 我認為,這種情況仍然持續 如果疫苗有效 將來好轉的,應該是發達的地區 而第三世界的生產國 未必完全好轉 會出現甚麼情況 發達國家,其實是消費國 消費國的逐步恢復正常 現在英國好像19日 不理會疫情的情況 他都準備,甚麼都不理會 又可以正常活動、正常消費 情況下,需求會增加 但供應方面,可能疫情很嚴重 生產有缺口 對中國仍然有利 所以,我認為中國經濟 不是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他才能降準 他企圖令到這種輕旺形勢 可以繼續持續 根據施生的說法 還可以打壓房地產 內地經濟,似乎是非常強勁的增長 如果這個時候,政府再降準 經濟再降準 會否令到股票市場有一個很大的反彈 重現一個大的升浪 第一件事,降準 有流動性 有流動性 股票市場,通常反應是水漲船高 尤其是國內的資本市場 都受流動性影響 之前,如果大家 唯一擔心,降準背後的含意 經濟有隱憂 如果這個情況,可能是中間一點 無論公司的盈利 雲觀數字反映出來 可能會有影響 我認同施生的說法 下半年,我對實體經濟 在國內,未算太擔心 如果整體經濟基本因素好 流動性高 就會容易出現 所以你認為近來的股市 我認為A股比較好 我知道科技股或創業板創了六年新高 主要指數有沒有機會跟隨呢 其實有些分化 現在的世界很兩極化 有些行業不能夠以時並進 生意的可塑性或盈利 其實就會受限 對方,有些能夠設合世界的需求 例如一些特別的板塊 炭中和、新能源 這些都是在未來的 可見將來還有生意做 那一類才有資金去追捧 為何深圳創業板 很多都是以熟能長的板塊 比較多公司 股價或投資者的關注度一定高 傳統指數 當然,股值太低時會反彈 除了股值之外,大家可能會不太理會 所以指數都會出現分化 剛才你所說的,深圳創業板幾乎過了上證指數 但我覺得這個勢頭都會拉長一點 始終會出現 因為指數整體來說 就是反映公司的生命力 我要追問一點 早前有很多人投資科技股 剛才你提到板塊中間的分化 很多香港人早前都有跟隨買的 連登契媽的女股神 開始減少中國科技股 似乎與市場做的事相反 為何會這樣做 你認不認同這種做法 是否中國科技股反而要小心 其實這個問題比較複雜 因為我自己覺得 去年2020年,科技股開行 今年勢頭到大約2月左右 全球都出現一個比較大的調整 一則是股值 第二,大家很關心債息問題 經濟好 通脹,顏色開始高 顏色越高,對所謂增長人的股票 不太好 但你見到,美國科技股 這段時間仍然很厲害 最近,大家關注到美國的蘋果 iPhone 手機 其實他們的科技股表現不太差 但中國的科技股比較弱 我們之前幾集都有特別提及過 始終今年,科技股、平台經濟等等 出現了很多不同的政策 令到大家都擔心 他們的營運方式、盈利會否有改變 所以,中概股本身是具體的因素 至於剛才提及,在比較走弱的時間 某程度的外資,對中國的股票看得比較淡 剛剛提到美國的所謂女股神,Catherine Wood 在去年,當中概股炒肚慶合合時 賣了不少 高位進來,亦唱好不少 高位進來,數字沒有多差 中概股的基金,可能持有8-10% 即是中概股 最近,只剩下1-2% 他突然看得很淡 當然,沒有一個實際原因 他認為,股值會下降 而股值下降的問題,並非短時間 我相信,美國資金方面,都擔心中美磨擦 政府對中國公司的打擊 可能會限制美國基金持有太多的中國科技股 一旦列入實體清單 可能限制,要賣出 就會變得很被動 所以,我相信,這是美資方面的取態 另一方面,中國公布FDI外來的直接投資 其實,都正在增長 直接投資的風險,比持有股票大 比較中長線的資金 直至投資經營生意,不是說走就走 買股票,說扔就扔 所以,如果中國經濟好 中國的公司有盈利 外面的資金,一定會賣 不過,不是這些公開在美國組成的基金 那些公司會受到限制比較多 除了限制美國的資金,買中國公司 現在,中國都限制中國公司去美國上市 你認為,會否成為一個絕響 未來,一些比較重要的中國公司 應該不會再在外地或美國上市 我相信,中國做這件事,都是為了減少被美國打壓時 所受到的衝擊 我都不讓你上去上市 你到時打誰 那就減少去美國上市 反而對香港交所,可能多了公司來香港上市 扮演的角色,會較多 當然,問題是 有些人說,如果香港繼續受美國打擊 扮演不到國際金融中心的功能 在香港上市,會有局限 但這是一個很大的兩國較量 暫時未看到,美國會去到那一步 先生,說港交數 類似的消息引起很多憧憬 中資股,大部份都會在香港上市 令到股價上升 但以我所知,很多科技股,暫時未有盈利 暫時以現在的上市規則,不能在香港上市 你會預計香港上市規則,跟之前一樣 再有些改變 不認利的公司,都有可能在上市 除了醫療公司之外 我們之前都有特別提及 現在,在中美關係,在這兩年變化後 再加上,剛才施先生提及 現在在美國,有一個 HOLDING FOR ONE COMPANY ACCOUNTABLE AD 主力針對中概股 關於之前提及的審計底稿問題 令到中概股,現在是很尷尬的位置 不過,有一個優勝的地方 相對A股和港股 上市的要求和彈性是高的 即使是封眼中,有部份公司仍想去美國上市 不過,我相信,如果是長期的磨擦 令到很多已經上市的中概股公司 已經回來香港,作第二上市 當然,有些人有一個技術性問題 如果公司真的被美國除牌 香港本身當第二上市 是否可以自動變成第一上市 這方面,業界亦有很多討論 不過,現在整體的角度 在各方面,會在香港寬鬆一點 令到,能夠照顧到部分 亦是不小的中概股公司 有一個地方可以免除,受到美國的太大干預 包括,今日我們拍攝的時間 其中一個市場的消息 之前,大家滴滴擔心國家數據安全 未必可以再去中國以外的地方上市 會有特別的要求 今天,消息傳出 香港,作為中國的其中一部份 可能他們來香港,便會免除相關的要求 某程度,令到多些中國公司 可以借助香港,即是那斯山港 即是金融中心的角色 至於盈利要求 我相信,都是有一個空間改變 如果大家記得 很早年,在香港,大部份上市公司 都要有些盈利基礎 上市前三年的核措施數字 近年已經開始,隨著經濟或結構變化 都改變了 包括大家最熟悉的 這兩三年的醫療科技公司 很多都是沒有盈利 但其實,很多都可以上得到 事實上,股價表現都不錯 證明這個資本市場是受歡迎的 但現在,暫時未有相關條例 為了平台公司、科技公司改變 但在實際情況,改變上市場的條例 反而,只要港交所或香港政經會 在這方面有默契 反而是,技術上的調整,很快可以處理得到 我相信,即使與國家無關 香港的上市要求 都要不斷以時並進 最初,香港有同股同權 問題不讓科技股來 但實際上,科技股創辦人或一些公司中的重要成員 他們擁有的股份和普通,只是出錢 持有股份的人,在公司扮演的角色,根本不同 外國的風險投資基金 他們對投資如此熟悉 他們都寧願,讓那些人有話語權 把那些人的話語權,壓低了 讓普通股民一樣的話語權去投票 可能對公司是不利的 所以,美國很早就沒有要求這樣做 美國的北菲特巴郡,都有同股不共準 經濟發展到某一個程度 公司的權力演變 造成科技公司需要有這種安排 另外,盈利問題也是一樣的 很多科技公司在開始初期,要作全局部署 他們有一個相對宏偉的目標 他們不是,頭過幾年就只顧盈利 Amazon上市一段時間 超過二十年,沒有盈利 有盈利,都不會派 為何不派,我拿來幫你投資 我還有很多項目要投資 基本上,美國新科技的確在他方面發展得起步組 所以,對美國金融市場的衝擊 促使他要調整很多規矩 香港比較保守 以前,人們走一段,慢慢適應 現在,不能去那邊 內地公司,也有很多科技公司 要選擇在香港上市 舊規矩是起妨礙作用的 其實不是說,這些是受大陸影響要變 而是,在美國一早走 所以,我相信,政監、國交所等 都要加快調整,去配合新形勢 除了這個演變,會否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 改變,會比較集中在內地公司 或是,其他外國公司,都會繼續來香港上市 施先生,你如何預測這件事 我相信,內地公司來香港上市 上到市,窄到資 這是第一步 雖然,有外來公司來香港上市 過去,香港一直不太多 過去,連大陸公司都沒有 以前,香港地產股,差不多在香港壟斷 現在,內地公司佔的比例越來越多 所以,香港已經起碼,可以作為中國的金融中心 如果將來,有沒有很多外邊公司來香港上市 短期,我相信,美國為首的西方社會 仍然想對中國,進行Decouple 當然,不會剃造一個條件給你上市 但如果中國的經濟好,外國追不上市 在香港,比美國或英國的紙幣更容易 於是,人民幣的地位高了 在香港,佔到人民幣 很多人想要,環境改變 這是眼前未立即會出現的事 但不是完全沒有機會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問浩德 港交所及香港受惠 其實,A股都可以上市 會否,內地都會降低上市門檻 即迎合內地公司在內地集資 這兩年,國內上海的科創板本身有這個原意 其實,科創板本身與以往A股不同 沒有盈利的要求 不過,科創板本身的觀察 近這段時間,上市的要求 都比一開始高了 因為這兩年,市場一直發展 都希望有部份一定的選取 如果觀眾有留意,有部份香港已上市的公司 希望回到創業版本身上市 即是第二次上市 或是所謂的Spin-off 即將自己公司分拆 上海科創板上市 其實都被彈回頭 當然,客觀的技術上可以設合到 未有盈利的公司上市 不過,國內資本市場同步 都在發展 我有另一個觀察 我剛才說,我們做地產在大陸 在大陸,飽受打擊 之前,我相信中國政府,不想金融市場 太快活躍起來 因為內地的股民、投資者 不太成熟 賭勝,比投資更多 政府不想不規範公司,在股票市場 渾水摸魚 所以,收得很緊 但現在,不讓你投資到地產 或者不想資金流入地產 可能要開一條路 給資金流入股市 流入股市,其實是流入實體經濟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政府會開始放寬給內地公司上市 之前,我聽在內地做生意的人說 在A股市場上市 排隊排到十多二十年,都未上市 這應該是政府有意在這裏壓制 如果政府的趨勢 真是禁地產 付錢去股市 A股,都應該會慢慢開放 國內的審批制 慢慢逐步到註冊制 整個流程,就慢慢越來越暢順 作為投資者,希望多些錢流股市 股市便會升 作為香港投資者,更加希望 IPO 更多,可以多些IPO 抽 可以賺錢 今集時間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對C基金有興趣 請看網頁或頻道 多看資訊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